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,週四8月19日在與英國外相拉布的通話中表示,國際社會應該鼓勵和引渡阿富汗向新政府過渡,而不是對他施加更多的壓力。 中國外交部援人王毅說,美國領導下對阿富汗的入侵導致太利班失去政權20年後,阿富汗局勢仍然存在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。 王毅說,國際社會應該朝著積極的方向加以鼓勵和引渡,而不是施加更多壓力,這樣將有利穩定阿富汗國內的局勢。 中國尚未正式承認太利班為新統治者,但王毅上個月在天津接待了他的政治辦公室主任毛拉·巴拉達爾,並表示太利班有望在阿富汗的和平與重建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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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